是林海盈和你看天气 先跟进一下巴拉圭的天气 受到较冷的气流影响 南美洲部分地区 包括上星期出现異常高温的巴拉圭 近日气温显著下降 巴拉圭气象部门预测 今明两日全国最低气温将会介乎3至7度 部分地区尤其是南部地区 有可能会出现热伤 首都亚重心方面 未来几日大致天晴 但是早晚天气寒冷 最低气温将会降到5度 较正常低大约9度 而日间最高气温就维持在20度以下 接着看其他城市的天液 广州雷暴, 澳门明朗 厦门多云, 台北下雨 上海多云 北京多云 瀋阳落雨, 首尔多云 大阪明朗, 东京明朗 曼谷雷布 吉隆堡雷布, 新加坡雷布 雅加达明朗 湖之明市雷布, 马尼拉雷布 莫尼本明朗, 色尼明朗, 布里斯班明朗 卫林顿宙雨, 奥克兰天晴 孟买落雨, 新德里落雨, 卡拉奇天晴 温哥华明朗, 三藩市落雨, 洛杉矶游毛 纽约宙雨, 多伦多天晴, 芝加哥天晴 罗马明朗, 苏黎世天晴, 巴黎天晴, 花兰克福明朗 伦敦多云, 厄姆斯特丹明朗 而本港方面, 截至夜晚七点半 月七初时天晴, 晚间漸转多云 初时局部地区有雷布 最低气温大约28度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 时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 新界会再高一两度, 吹和缓的西南风 展望星期日天气仍然酷热, 有几阵骤雨 下个星期初至中期天气会漸转不稳定 月七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会是10 强度属于岑高 天气先说到这里, 拜拜 元素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